黑水潭无人不识我留艳艳 我是屠夫女 十二岁长家 力大无穷 可一人宰杀二百斤的肥猪 更是出了名的牙字必报 没成家就习得一手泼妇作风 美玉尚有威侠 我这点小小缺点自是不足挂齿 应付完那些难缠的顾客 阿娘总会把我换到床前 我们艳艳 是最好的姑娘 前两年 阿爹上山打猎 碰上饿疯了的野猪群 同行之人死伤惨重 阿爹断了条腿 闲闲逃生 阿爹被抬回来那日 身下的血渗透薄木板 老大夫眼皮直打颤 止住血后 只是叹气 守着吧 吓得我瘫在床边 三日没敢合眼 怕见不到阿爹最后一面 阿娘红着眼跪在菩萨前 日夜祷告 阿爹福大命大 靠着我日日惯药 竟悠悠地醒来了 他拖着我的手 脸上爬满老泪 燕啊 我看见那黑帽判官了 我跪下来求他 让我多活几日 留你们孤儿寡母 我害怕 他说我一怨未了 挥手把我放回来了 说让我再陪你娘俩三年 自此 我留燕燕操起祖传杀猪刀 顶上了父亲的营上 凌晨杀猪 白日卖肉 日子还算过得下去 教我十字的秀才说 亲人同在一处 平安喜乐 就是圆满 圆满 我跟着念 我杀的一手好猪 故此 来我铺子买肉的顾客络绎不绝 有专程几十里地赶来的 我从附近村子收上来黑山猪 喂上半月蔬菜筋骨 后又断食三日 这样得来的猪肉肉质仅是鲜美 兴气少 我捂着杀猪刀 刨钉解牛斑 不眨眼间 破开一扇猪 五花 排骨 筋肉和肥镖 咬着钩子 整齐地排成一排 肉到客人手上还带着余温 缠鸣三下 我急急那年 东雷隆隆 迟迟不见出雪 临近年关 我早早卖完肉 关了铺子回家 我踩在矮墙边的木桌上 和隔壁院里的秀才嘟囔 怎得还不下雪 秀才和我青梅竹马 是个孤儿 幼时受阿爹照拂 与我定有婚约 性情温良 待我是极好的 秀才把手上的书放好 从宽大的长袍下 辨戏法式地掏出一包桃酥 截鞭最便宜的那种 三文钱一大包 却是我的心头号 我惊喜极了 燕燕 是想打雪仗了吧 那是自然 去年冬天铺子忙 等我空暇 雪都溶了 秀才小口小口吃着桃酥 碎渣吊在青涩的长袍上 衬得我狼吞虎咽 饿死鬼似的 他露出一截细长的脖子 像芦苇贪奸的长颈白鹤 我看不惯他的斯文作风 白了他一眼 秀才轻笑 清泉般的笑声荡进我心里 一少年恍惚如梦 我后来才知 那年 我迎来的 是个数百年未见的寒冬 怪不得 冷得我骨头都颤了 腊月初八 我的生辰 秀才早早来问 燕燕 你想要什么吉吉里 朱花 簪子 还是银定子 青梅树下 我盯着秀才清润的薄唇 想了半赏 直白地说 我想要你 屠夫女 自是粗鄙的 可那木头推不解风情 我这么瘦 卖肉换不了多少铜板 徐行之 我替你的骨头熬汤喝 我推了他一把 恼怒离去 我没收尽 秀才没防备 他被我推倒在地 长袍上沾满黑泥 也不生气 想着 燕燕这是想喝骨头汤了 一坨鸟屎当头 他灵光一闪 抱头垂胸 他这个傻货 燕燕的意思是想跟他好 燕燕 想嫁给他了 冬日罕见暖阳天 我把阿爹背到巷口 路过卖芝麻饼的 买了张 让他掰着吃 秀才追过来 燕燕你别生我气 是我不好 我蠢得过头 我有话跟你说 阿爹看看秀才 又看看我 脸上带着野鱼 我羞得慌 随便扯个晃逃开 我忙着呢 我要去给我娘抓药 秀才小跑在我身后 追魂班 燕燕 我等你回来 那日药堂人多 我买完药回去 已尽夜晚 我远远看见我家院子外围了里三层外三层的人 卖吹饼的老王叔看见我 喊了声 燕燕回来了 沸腾的人群奇迹般安静下来 自发地让开一条路 路的尽头 是阿爹惨白的脸 和阿娘断了线的泪 我双腿打颤 一切噩梦般 却又真真切切摆在我面前 我想起什么 抓来个路人 秀才呢 谁 徐行之 我怎么没见他 周遭无人说话 时间在此刻静止 我听到了流沙的声音 我的心变成沙漏 我的生机 我的幸福 流逝着 再也找不回 刘燕燕 再不得圆满 我是在镇外的万人坑 找到秀才的 他混在死人堆里 胸口被马蹄踩了进去 凹了一大块 青袍被黑血渗湿 散着铁锈器 手里还攥着朵红绒花 我用手帕擦净他的脸 把他背回黑水镇 徐行之虽轻瘦 诞生得高大 很重 三十里路 我一步一步 终归带徐行之回了家 院中摆着黑漆漆的棺材 躺着没了声息的阿爹 我扯了张草席 把徐行之也放在了棺材旁 事业 我拉下准备做背面的白布 燃着火把 咬开手指写状子 鲜红的血液蕴满衬布 白与红交织在一起 谱成一曲哀乐 我掐着手指 直到流不出一滴血 又割开了手臂 站着血继续写 我没念过私塾 现会的几个字 还是秀才交给我的 只听水井传来一声巨响 赵嫂跑出来叫人 不好了 燕燕娘跳紧了 宿娘啊 宿娘 我眸中失了焦 耳中回撤着巨大的空凝 我眼前晃荡着模糊的光影 脑袋发昏 直直地砸在了阿爹的棺果上 再醒来 阿娘与阿爹徐行之病在一排 直挺挺地躺在院里 我带着状子到县衙击鼓 敲了一刻钟 那黑漆漆的大门才开了条缝 那日 黑水潭被紧密的鼓声从上到下敲打着 人人惶恐 人人自危 人人悲愤 我挨了十大板 伏跪在地上 才看看见到我们的青天大老爷 他戴着高高的官帽 不看我的状子 不听我的诉讼 脸着眼怒言 你个屠夫女 粗鄙不堪 也敢构陷京城来的钦差 你父勾结流民 那徐行之当街诋毁官人 没满门抄斩 已是贵人仁慈 再告 我黑水潭可容不下你 尖酸样地主步奉承道 大人英明 我雅言 平时伶俐的口齿蹦不出来一个字 我死盯着县令黄浊的眼 看着他的小人得意 他头顶得冲天黑气 他塞满衣袖的黄白之物 大胆 敢顶撞大人 牙翼拿风火棍把我插在地上 我吐了口浊气 咬着牙 正开禁锢站了起来 我强撕了状子 在夹着红的碎屑飘满衙门时 大笑离去 众人都惊之 叹之 这刘艳艳疯了 刘艳艳疯了 被这荒诞的世道逼疯了 我阿爹良善 遇见讨饭的刘民 瞎眼的老嫂 带着枯瘦的幼童 就把怀里的芝麻饼分给了他们 却被骑着高头大马巡接的钦差 瞧个正找 当场发飙 一鞭子过来 抽得我阿爹昏倒在地 爷在这穷乡屁领 辛苦驱赶流民 就是有你这种不知好坏的贱民在 这些流民才源源不断 害得爷在这鸟地方受罪 那钦差见鞭子沾了血 更来气了 这是小小宋爷的礼物 怎能碰上你等脏屋 说吧 鞭子挥得更起劲了 那老嫂带着孙子早跑得不见人影 他带来的一对铁骑闪着刀光剑影 无人敢拦 秀才听见声音跑了出来 挨了一边 护在我阿爹身前 青天白日 怎能随意打人 罔顾王法 狗腿抢着拍马屁 王法 一个穷酸货也配提王法 我们小爷在这就是王法 怕秀才拦着金钗打人 那狗腿直接御马 将秀才踩在脚下 马蹄无情 片刻人就没气了 他们令人把秀才绑在马后 拖在万人坑来了 手下的人泛滥 扔下拍拍屁股走了 我阿爹也早被马鞭抽得断了气 扔在院外 无人问津 之后数个午夜 我都腻在同个梦里 巨大的万人坑里 爬满石斧的乌鸦 齐刷刷地盯着我 一只只眼如火聚斑 死人堆成衫 一抹青色衣袖随风摇曳 永无休止 我把那贪污受贿将黑血白的县令杀了 夜深人静 我要倒他的守卫 翻过高墙 杀了他饲养的恶犬 把他从小妾的肚皮上拎起来 当头一刀 一切发生在瞬息 快到他满嘴的人里还没突露出来 他死得很痛快 就是眼睛死活合不上 让我苦恼 那姨娘以为我是劫财的 把那狗棺藏钱的地方指给了我 十平米的暗室中 落满金灿灿的元宝 他们关关勾结 截下来朝廷救灾的银子 把难民赶在一起集中处死 那日我去的万人坑 全是新晋的死人 他们死前面目猙獰 骨瘦如柴 肚子里恐只有些草皮婿子 而这黑水潭的父母官 抬了一房又一房妾室 穿金带银 吃香喝辣 我斩下他的头颅 搁在了元宝堆上 他一生贪财 和这些金银死在一块 也算圆满 我可真是个热心肠的好姑娘 我走出县衙的大门时 有黑的天开始飘雪 大片大片的雪落在我长长眯眯的睫毛上 冬日的第一场雪 只有我看见了 归家时 我已然白了头 家中火光一片 我闪身进去 抢出了我的杀猪刀 那个雪与火交融的长夜 我连家也丢了 我披着满身雪 从火光里走出来 就是要拉着所有恶人下地狱的 我揣着顺来的金元宝 孤身一人上了京 漫漫长路 我骑着毛驴走了整整一年 我混在难民堆里 渴了喝水 饿了吃磨 瘦得不成人样 却是一刻都不敢停 饶事我小心谨慎 还是碰见了拦路打劫的马匪 他们抢了我的盘颤 把我赶上了山 柴房里 关着许多同我一样 被掳上山的年轻女子 最貌美的是那春娘 走起路来风情万种 水蛇腰杀我 夜晚 外头的马匪吃饱喝足 卖着步子朝柴房走来 马匪凶悍没人性 姑娘们早遇见了自己的命运 在恐惧的笼罩下颤抖着 为那春娘哼着去 我窝在角落 啃着干硬的馒头 马匪挑了几个身段好的女子 捂住嘴往外拖着 其中就包括春娘 她脚尖崩的笔直 剩下的女孩们瑟瑟发抖 发出猫般的绰其声 我听不得女孩哭 头痛欲裂 压着心里阵阵烦躁 我毛遂自荐跟着出去了 本想姑娘胆小 走远点的 可那马匪太猴急 拉我到门口的马厩 就忍不住了 在那大蒜味的大嘴靠过来时 我掏出别在后腰的刀子 割了她的喉咙 血液喷涌而出 溅在我的左脸上 她倒下 所以我站起来了 不远处 春娘诱惑地舔着下唇 挺着胸脯里自己的发病 她的手里 朱拆滴血 我在那匪窝大开杀戒 一把杀猪刀被血洗得透亮 心里的怒火却愈烧愈烈 世道艰难 为何苦苦相逼 我杀红了眼 误把来剿匪官兵的马腿齐齐砍下 暮色清凉如烟 来人带着肃杀之气 一身剑子肉用盔甲紧紧包着 浅棕色的毛子带着惊讶 挥手示意官兵将我拿下 我抵着上额 心中懊恼没早早离开 又要耽误我赶路了 春娘湿湿然走出来 两人耳语几句 那人瞧了又瞧 挥手放我走了 走之前 我听见手下的人朝他说 启禀少卿 共计二十三个马匪 现存活不足八人 我无视背后探究的眼神 上马离去 到京城时 又临新年 我站在满街的红灯笼的人山人海里 找不到安身处 我花了很久才找了份工干 给粮商颁粮 同我一起做工的杨嫂 跟我讲述着京城生存之道 我搬着米袋 侧着耳朵仔细听着 都说天子脚下铺满金子 可只有我们这些外乡人才知道 京城难混 这儿吃人不吐骨头 满街的贵人 随便得罪一个 就能要了我们的小命 我赞同地点头 想在城里扎根 最好嫁个本地男子 我们女儿家伯一辈子 就想找个爱护我们 给我们遮风避雨的好夫君 生儿育女相夫教子 见我上道 他满意地笑了 也是我和你投缘 我本家的外甥还没娶妻 二十五 家里有五亩粮田 两间铺子 你俩赶明见上一面 保准喜欢 没等我拒绝 一脸横肉的管事哼了一声 杨春花 就你那偷鸡摸狗的外甥 自己留着享用 别祸害小姑娘 杨嫂被当众下了面子 又敢怒不敢言 眼睛瞪得和一对琉璃球似的 我朝管事感激地点点头 若有所思 我动了嫁人的心思 提着篮筐 找上了媒婆的门 前媒婆磕着瓜子 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 我朝她塞了块银子 她力索地从房中拿出一大落男子画像让我挑选 天地良心 我从未见过那么多歪瓜裂枣 无语间 瞥见了厅内挂的男子小巷 明眸好齿 一张脸和秀才七分像 我要这个 前媒婆面色复杂 那画上的人可是状元郎 是她为激励孙儿读书 挂在房里祈福的 那是面前这个外地女子攀得上的 我没多说 倒出一篮子的金钉子 那媒婆的嘴边留下无形的咸水 郑玉伸手抓一个时 被我打了手 我就要这个 行是不行 事成这全是你的 媒婆转了几下眼珠 拍着胸脯跟我打包票 没问题 见我怀疑地看着她 她自信道 你出去打听一下 我可是咱京城最有微信的媒婆 收钱办事 保准让你嫁进状元府 你且安心回家代嫁 那媒婆把我框了 她收了钱后 斜着眼看我 一脸刻薄 你就说是不是状元府吧 我只说是把你嫁入状元府 可没答应是那状元郎 我咬紧后草牙 无话可说 确实是状元府 不过是那老太爷 状元郎的祖父 其实按我的身份 配老太爷也是辱莫她的门眉 不过那媒婆有几分真本事 她暗中买通了法运寺的大师 大师算了一卦 说老太爷时日无多 破解之法 就是娶个年轻女郎冲喜 于是就有了我的事 想着钱都掏了 不能白费 我就去见了一面老太爷 那老太爷年岁大了 拄着拐杖 走一步颤三下 喘息如牛 这一见不得了 我是十分满意 恨不得立即收拾包裹 欢欢喜喜住进状元府 早早幻想起了俏寡妇的单身美好生活 我春风得意 那前媒婆却在去打叶子排路上被人套着麻袋打断了腿 躺在榻上哭嚎着 哪个挨牵刀地做的 十七岁那年 我把自己嫁出去了 八台大轿 嫁了个七十多的老头 妇人指着我给女儿说教 婆婆用我当反面案例 管教而习 刘燕燕嫁的老太爷比他爷还难啃嘞 你别看那刘燕燕现在招摇得意 背地里指不定躺了多少抛累 我吃着拿老头一年俸禄 从岭南八百里加急运回来的荔枝 从不把流言蜚语放在眼里 当然 也看不见那看着银子流水般花掉后 一脸心痛的老头 管他黑 管他白 管他说慎作慎 我刘燕燕快活着呢 老头好 老头妙 老头省事儿有金子 老头走了还能找 老太爷大名汪众生 是国子剑响当当的祭酒 他起先不大乐意娶我 还不是被我的才华折服了 他青年丧妻 中年丧子 西夏有意读孙汪婷子 二十岁变中了状元 传闻断案如神 又再是包公之称 颇得圣心 年纪轻轻 就担任大理寺少卿一职 你瞧 哎 还白得个状元孙子 像从前在黑水潭 我这种屠夫女怎能碰上状元郎的词 果然应了杨嫂的话 大成是机会多 老太爷两袖清风 不比其他官员 住的宅子也只是国子剑分配的三进院 底下的奴仆也只有十来个丫鬟婆子 几个小丝 他入室来事事谨慎 做过最不得当的事儿就是收了我当续贤 入府时 我鹅眉好齿 空有一副好皮囊和一头寓意不祥的白发 外头都说老太爷晚节不保 是假风骨 林了不装了 撕掉假面强娶美娇娘 老不休 怕不是被勾了魂魄 娶了个瘟神 那只自我进门后 老太爷晚膳都多用了两碗 走起路来带着风 算命地上门 说他能活过我呢 老太爷年纪大了 我们自然是没有春宵的 连背我进门拜堂 都是那状元郎代劳的 老太爷颤颤巍巍地坐在高台上 闭着眼 倒向我和状元郎新婚 我掀起盖头一脚 偷看着穿着大红喜服的状元郎 宾客喧嚣 我却迷了眼 他生得好像徐行之 恍惚间 我听到有人唤了他生少卿 真是乐昏了头 居然没有提前打听一下我们这位状元郎 那日在马匪窝 领头的就是汪婷子 我害怕他认出来我 又想着那日昏暗 我满脸污秽 想来入不了状元郎的眼 忐忑声中 里程 老太爷一天大半日待在国子间 剩下的时间再陪老伙计下棋 我独守空房 乐得无事 总爱钻状元郎的书房 他的书房外种着凤尾竹 幽静安密 他没认出来我 看我的眼神里总带着同情 在我又一次吃光他的糕点羹汤后 那点怜惜 换成了咬牙切齿的愤怒 刘燕燕 祖父不给你饱饭吃是吧 威严的少卿大人被气得两腮发骨 像只海豚 我灰头土脸地被他赶出书房 正好碰到路过的林淑林 他是家里遭难 来投奔汪府的远房表亲 他家强带棒地问我 你去纠缠汪表哥干慎 我故作姿态地压了压裙摆上不存在的褶子 奶奶关照孙子 还要问你同意 他跺了跺脚走了 丫鬟雅安解释道 汪府人丁稀薄 没有女主人 林姑娘住了五六年 想来还不习惯您当家呢 是把自己当女主人了吧 我没在意 一个小姑娘 还不配我放在心上 希望她能安生点 毕竟一山不容二虎 汪府现在是我刘燕燕的地盘 是龙你也得握着 汪瓶子最近在躲着我 不就是让她教我话丹青吗? 不愿意就算了 还早出晚归 避开我走 不孝孙 下朝后 我藏在甲山后堵她 却不小心撞到了大型告黑状现场 林淑林梨花带雨 拉着汪瓶子的衣袖哭诉 表哥 那蛇蟹女子血捡了我的月银 姝儿现在吃不饱穿不暖 我切了一声 和警惕性极高的汪瓶子对上了眼 她冷淡的脸上多了几分细血 还有呢? 表哥 姝儿心悦你 说完 林淑林扭着小腰跑了 独留汪瓶子在原地 我跳出来笑她 捏着嗓子学林淑林说话 表哥 我心悦你 汪瓶子几乎是落荒而逃 连掉下的钱袋都没捡 白便宜了我 端午休暮 老太爷早早出门 去东市遛鸟了 鸟是我送她的 虎皮鹦鹉 我从海员手里收来的 老太爷很喜欢 当眼珠子疼 在心中的地位超越她的宝贝大孙子 林淑林瓦瓦着汪瓶子去看五龙划船 却被她关在门外 我双手抱胸 在她不屑的眼神里出招 我让雅安撑开话 大声说道 这其实不愧是山水大家 青山侍女图画的唯妙唯孝 实在妙哉 可惜我等不懂话 岂不抱舔天物 紧闭地大门打开 汪瓶子大步朝我而来 我得意一笑 我还是带了林淑林上街 实在抵抗不了小姑娘湿漉漉的可怜眼神 街上熙熙攘攘 好不热闹 林淑林被个书生撞了一下 得罪姑娘了 书生拱手致歉 献上花灯 博得美人一笑 书生邀请林淑林去楼上对诗 林淑林红着脸 稀济地看着汪瓶子 我抢着同意 去吧 早点回来就是 在她走后 又吩咐几个小厮暗中跟着 我带着汪瓶子挤在人群里 想找个前排位置看舞龙表演 我在前面开路 回头看见汪瓶子一副大家长姿态站在我身后 龙头威武伶俐 龙身灵活矫健 在高架上窜上蹿上蹦下 好不精彩 到拱桥的时候 我去买了串唐人 再回来 龙船出了胜负 魁首那人高举枝子花圈 指向岸边 引得姑娘阵阵娇笑 世子爷威武 又是他带人赢了 这都第五年了 是啊 虎腹无犬子 我偷偷一脚把说话的两人送进河里了 实在过躁 洗洗嘴巴吧 河水刚过腰 淹不死人 我把孙侯的唐人塞在汪瓶子手里 自己愤愤咬掉猪八戒的头 汪瓶子最近有些奇怪 他不敢看我的眼 躲我躲得更厉害了 但又叫手下的人成堆地给我送些金银珠宝和新鲜玩意 听我说想吃青梅后 他还趁我睡着 在我院里亲自种了棵青梅树 连老太爷都调侃 燕燕像是给平哥讨的老婆 鹦鹉学舌 平哥的老婆 燕燕 燕燕是给平哥讨的老婆 汪瓶子下朝路过廊间 听到鹦鹉嘴里大逆不到的话 竟在月台上摔了跤 我看着他暗自揉着屁股离开 捧腹大笑 鹦鹉也学我咯咯笑 我不再缠着汪瓶子 我有了新的猎物 月影吻上墨竹 竹影斑斑 爬在青铜盆里 映出一张猙獰的脸 我整个头浸在清水里 静静地看着争先恐后 涌上来的水泡 窒息感诱人 濒临崩溃之际 我猛地起身 任由水珠顺着脖梗流入苏软雪风 夏夜繁热 我打发掉丫鬟婆子 半踢着外山 一人爬上了国子剑的藏书阁 我纵身穿梭在书架间 贪婪地嗅着烫金典籍散着的墨香 疏然 一双炽热的大手把我拉了过去 急躁的男人在黑暗中喘着粗气 燕娘 我可等了你一夜 你怎滴忍心 我轻压下她想吞我衣衫的手 半推半就肩 把她带到靠窗的阁楼上 食指戳在她的额头上 脚哼道 世子爷真是娇贵 她憨笑 哪有往日高傲逆人的姿态 听说爷要娶那沁心公主 郎才女貌 令人羡煞 沁心公主生母虽不受宠 但从小养在皇后座下 使皇后一手调教的 很受重视 我推开窗 在月光下摆弄我欣染的红色扣蛋 我红唇细眉 美艳勾人 那崔勋本想瞒着我 见事情败露 未见半点歉意 压上来与我耳鬓撕磨 早知瞒不过艳娘 娶那公主是我爹的意思 不得不遵 但我的心里 我的眼里 只有艳娘 我切了一声 不愿看她惺惺作态 她把我的手按在她滚烫的胸膛上 秧道 好艳娘 看看我 这儿 刻着你的名 她缠绵地稳 密密麻麻地落在我的脖梗间 潮水般热烈澎湃 我掩着眼底的不耐烦 呼得瞥见窗外有人在远远地看着我 荷欢树下 汪瓶子一身月白色锦绣梨花袍 提着斩沙灯 清风穷笔 半张脸拢着光 天神般圣洁 这窗开得恰到好处 她只能看到我悬着的身子 亏不见在我身上起伏的崔勋 但我隐隐觉得她知晓了 我光风济月的孙子 知道了我的秘密 比她小上六岁的祖母 在这庄严肃穆的书阁里 偷着不知名的野男人 崔勋仍觉不够 又去撕拉我的裙摆 我厌倦了与她拉扯 把她踹翻在地 撑着下巴 朝树下的人甩去个媚眼 便关了窗 崔勋摸着摔疼的屁股 不知刚还温情的小娘子为何突然变了脸 我高高在上 面色淡漠 既是要成亲了 也与妾变断了吧 我不再看她 推门而去 隔日 汪瓶子押在我梳妆台上的字条 写着四字 好字为之 我和汪瓶子的关系降到冰点 见面都不打招呼 我一心在崔勋身上 无心顾及她 勾引崔勋远比亲近汪瓶子简单 我去那崔勋常去的茶楼猫着 安排了出英雄救美的戏码 借着报恩 我日日给那崔勋送些吃食 我酝酿着情绪 抬头泪眼蒙蒙 妾截然一人 在这高强大院中处处受限 苦楚无处可诉 总是想起王母 听说郎君也是年少师母 想来和我一般命苦 念着郎君公务繁忙 便想时来探望一二 郎君挂念百姓 也要注意身体啊 我痴迷地看着崔勋的脸 她也享受着女儿家的崇拜 我从未隐藏自己的身份 对崔勋来说 征服一个有夫之妇更有挑战 偷星也实在来得刺激 崔勋实在自大 对待女人恶劣 调教她 颇费了我一番心思 修理恶犬 我很是擅长 我打一棒子 又为她一颗甜枣 等她察觉时 已经掉落我的陷阱 是我的盘中餐 我静静地折服在黑暗中 等待时机爆发 再见崔勋 是在半月后皇后举办的游园会上 我已在楼船甲板的栏杆上 遥望着藕花深处 连出淤泥 绊绊润 绊绊润 欧路略过青天 春风仰起涟漪 崔勋一身锦衣华服 和花枝招展的沁心公主 站在楼船顶层的观赏台内 不知说着什么 哄得公主笑叶如花 湿润的和风袭来 吹得我烈烈裙摆飞扬 崔勋瞧见了我 一双眼喷着炽热 我懒了懒碎发 手指微弯几下 跟她示好 我坐在夜宴角落的桌上 驱水流伤 把玩着白玉杯 看着满面春风的崔勋 把葡萄酒饮了一杯又一杯 众人都忙着社交 我无所事事 乐在其中 我实在不招待见 各家妇人小姐都不愿同我交好 狐妹子三个字快砸我脸上了 喜间 最有趣的事儿就是那沁兴公主吃味 居然请来了崔勋的老情人文晓晓 说事情实在客气 那文晓晓是由着人高马大的进军推丧进来的 拖着她的人手一松 她便衣衫不整地倒在了中央的地毯上 跟只杂耍的猴一般无二 本宫早听说花魁文晓晓才貌双全 颇得崔氏子欢喜 今日一瞧 实在一般 庆心趾高气昂地说着 他们这些贵人 从来不把你腿子当人 在他们眼里 平民还不如一只得趣的猫狗来得金贵 更别说一个倚仗皮囊的娼妓 文晓晓以为自己不同 处处彰显崔勋对她的喜爱 招来了公主的嫉妒 她忘了 她再不同 也只是盘可口的佳肴 说白了 还是一盘菜 崔勋的脸色变了又变 沁心大庭广众闹这么一出 实在任性 倒不是她心疼文晓晓 不过就是自己的面子过不去 又爱着那处的皇后 她不敢多言半分 更别说为旧情人求半句情 我眼瞧着文晓晓受不了屈辱 一头撞死在崔勋案前 戏看完了 我溜出来透口气 身后又沾来崔勋那个狗皮膏药 她还是那副混蛋样 只顾自己快活 早把因她而死的文晓晓抛在脑后 厌过无痕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厌娘 你怎么不回我的信 和崔勋断了后 她日日派人来送信 我没起开 烧了给老太爷点烟了 世子爷说笑了 我是汪老夫人 您是驸马爷 我们有什么情可以谈吗 别写那西门庆的信 无趣了 崔勋哪听过女子的拒绝 红着眼扯开衣袍 让我看她胸口刻的字 那是我们思乡寿寿时定下的规矩 世子爷把妾的名刻在这儿 我就跟世子爷一辈子她叙述着我的原话 厌娘 我们说好一辈子 我不乐意听她埋怨我的薄情 她也不是纯情少男 装个什么劲 爷 你也是明白人 情爱瞬息万变 你可好自为之吧 侧过身 我对上了传尾的汪婷子 她腻在黑暗里 映着波光凌凌 墨发黑眸 细丝飞扬 指那唇扯的屏 自勾搭上崔勋 我便一直冷着汪婷子 我呼得想起 我杀崔勋狗腿王霄那日 我在文香阁后院碰到了汪婷子 俊俏郎君膝下跪着卑微的妓子 她眉眼狠立 月白色的长袍沾着乌屑 于往日判若两人 她似乎 也有着鲜为人知的秘密 我的梳妆台上又压着张纸条 这次也是四字 苦海无涯 回头是岸 那是汪婷子对我的忠告 可我亲爱的少卿大人 我渡的是血海 我早已跌落谷底 哪来得暗 我们的小包公 知道了是我杀的王霄 但他选择了包庇我这个杀人犯 令我震惊 那个秉公为道与日争辉的汪婷子 居然为我开了后门 崔勋是京城顽固中的霸王 仗着姑母是当朝皇后 父亲是遮天全臣 又是崔是独子 被宠得无法无天 王霄等人都对他马首是瞻 只有他 能做出集中处死难民这般惊天害地的恶毒事 也是崔勋池鞭 王霄驾马 杀了我父 杀了我父 我千里而来 就是为了给我惨死的父 我井里的娘 我横死的父 讨一个公道 崔勋 王魂不能安眠 你怎能娶娇娇公主 当万人之上的驸马爷 天道不惩处你 那我留艳艳来 王霄夜夜塑在闻香阁姑娘的怀里 我扮作丫鬟进去 他喝醉酒 把我认为是新来的妓子搂进房里 他醉倒后 我割了他的手腕 放光他的血 我拿杀猪刀剖了他的腹 从胸腔取了心 捏爆了 这等奸人 心也是红的哀 我就趁着没人 把他的尸体扔粪坑了 案子是大理寺街的 没找到凶手 后来京城盛传 是那王霄自己醉酒吊坑的 雅安给我讲的时候 我和一众丫鬟笑得前仰后翻 林淑林和那书生 是我亲手撮合的 他对汪萍字的喜欢 不过是对状元郎的倾慕 算不得男女之情 书生才德俱佳 父亲是五品文官 家中长辈和蔼 郎君也是个好的 是门好姻缘 我给林淑林的嫁妆抬了酒箱 差点把汪府搬空 他感动地拉着我的手 哭哒哒地说 表祖母 是我之前不懂事 我听府里的婆子说 你不是个好人 图谋府里的财产 进门肯定要搓磨我的 我才做下那么多错事 还跟表哥告状 你是个鼎鼎好的人 我装作不知的样子 责怪了他两句 演了出祖孙情深 我对女孩向来宽容 这林淑林自幼寄人篱下 肯定会敏感多心 但本性纯良 心眼不坏 纯得可爱 前脚送走林淑林 我后脚就给崔勋帝出去信 明日丑时一刻 城南驿站 你带我走 崔勋 你可不能辜负了我 信被汪平字结了 从始至终 他一直在监视我 他把信扔在我脚边 红着眼把我逼在角落 柳燕燕 为什么 我冷眼看着他发疯 你不懂 汪平字 放我走 不然我恨你一辈子 我一直在汪平字身上找秀才的影子 但他们俩除了脸 一点都不像 秀才是个软性子 我说东就是东 但汪平字浸泡在大理寺那等地方 少不了沙法果断 带着生人勿尽的力气 高岭之花斑 他拳头落下的时候 我没有躲 拳风绕过我耳边 落在铜镜上 镜子碎了一地 他紧握着流血的拳头 喉咙里发出痛苦的嘶鸣 我知道汪平字喜欢我 可那又怎样 他不该拦着我 现实拦着我的 都是我的敌人 他也是 夜半 我灌醉汪平字逃了 我拾起地上的衣服一件件穿好 又跪在床榻上 静静地从汪平字的眉骨描到喉结 卑劣的刘燕燕 又一次利用了郎君的情意 我提着裙摆奔跑在田龙里 朝城南而去 那崔勋从崔府翻出来 跌跌撞撞而来 怀揣对心上人的思念 殊不知 那美艳情人早就化成恶鬼 白发间插着朵红绒花 在无人的荒野里 饮他的血吃他的肉 我带着一把杀猪刀来 走时也只带了一把杀猪刀 所有恩怨散尽 所有缘分两清 汪平字翻外 我想燕燕了 燕燕怎么还不回家 听见挂着的鹦鹉反复说着这两句话 汪平字背着手站在阁楼间 看着鱼打青梅 燕落无声 恶狠狠地说道 那个坏女人 她都不要你了 你想她作甚 仔细她拔掉你的毛 拔你炖了 说来 这只叫八爷的鹦鹉 还真是老太爷从刘燕燕那虎口夺食来的 刘燕燕抓着八爷 对雅安说 我还没吃过鸟肉 八爷吓得拉了道士在她袖子上 堪堪跑出 绕着在院里飞了几圈 立到老太爷肩膀上 才算逃出生天 汪平字从有记忆起 身边就只有老太爷 读书 当官 一生循规蹈矩 秉承着正道围攻 断是做不出包庇的丑事的 可这一切 都被个叫刘燕燕的女子打破了 她不反对祖父再娶 可对方是个十七岁的娇娘 实在 实在是 太过火 刘燕燕打得一手好陀螺 看得祖父手舞足蹈 连连叫好 凭借着 她打败一众冲喜候选人 获得了祖孙的青睐 瞧着祖父许久没有这么高兴 她没再说什么 刘燕燕实在是个奇人 她在众人的冷嘲热讽里 欢欢喜喜地嫁进来了 让汪平字生出一种错觉 好像别人的嘲讽是她的兴奋计 刘燕燕是个无赖 汪平字气愤极了 她总是用着膜拜状元的名义 吃着她的糕点 光明正大的偷看她 丝毫不客气 做到了宾至如归 她画得单轻实在糟糕 不如把纸揉了用脚踩上几下 气得汪平字脑袋疼 发誓再不教她 她的一双漂亮的路眼 总是停留在她身上 暗自露出哀怨的心碎的眼神 她隐隐觉得 刘燕燕不是在看她 她在透过她思念别人 后来 春娘来府里汇报 远远瞧见了刘燕燕 若有深意地说 刘燕燕就是那天在东吴山马匪窝连斩二十人的女子 春娘识人无数 从未出错 汪平字微张着嘴 不可置信地看了眼 正在院子里 在给一众丫鬟表演举纲的刘燕燕 记忆回涌 痴人哭里女孩提着血淋淋的大刀 拢在黑色纱金的半张冷脸 像从地狱中爬出来的煞神 让她一个不算清白的人发出来自灵魂的恐惧 忍不住沉浮 与眼前肆意玩乐明媚的刘燕燕重叠在一起 一切变得清晰 刘燕燕是个有故事的人 早上 她为着老太医喝粥 红米一人粥 小火熬了两克钟 甜津津的 配着小菜很可口 她取来一柄大木勺 老太爷一勺她一勺地喂着 汪平字进来的时候 她正在和老太爷抢食 老太爷努力地咽着萝卜条 燕燕 你吃慢点 给我留点 她带得平时不苟言笑的祖父 都鲜活了起来 看见汪平字 刘燕燕不好意思地撅撅嘴 汪平字从未感受到如此蓬勃的生命力 源源不断 生机盎然 满墙的爬山虎填满她心中的空隙 她不敢查她的来历 生怕打碎这般好时光 净花水月也好 她也愿意用尽全力维持 刘燕燕又杀人了 那夜 汪平字在她窗外站了一夜 夜风和矮 却吹凉了她的心 她清晰地记得 刘燕燕站在青梅树下 萌色清凉 活像个骗人心的坏女人 刘燕燕就是个骗人心的坏女人 汪平字 你不会喜欢我吧? 你别喜欢我 我活不长 她说得真诚 把少年郎的一颗炽热心高高举起 又轻轻摔碎 她只当她是玩弄它 防止它纠缠地说辞 却没想到 她说的是真的 她活不长 刘燕燕早死了 死在血液 活着的是把杀猪刀 看到她和那崔勋同进同出 抵死缠绵 汪平字心中的嫉妒如野草般狂生 无数个夜里 她都想把她压在床上 咬着她的唇问她 为什么她崔勋可以 她就不行 她崔勋是个天烟 拿彼得上她 日光乍现 她又收起了所有疯狂 扮回正直清冷的少卿大人 一切在刘燕燕杀王霄的时候 水落石出 刘燕燕 是为报仇而来 她杀王霄的手法娴熟 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但刀痕做不了假 尸体说不了谎 她随时带的那把杀猪刀 早就暴露了她 汪平字害怕了 又欢喜着 她从未爱崔勋 她在利用崔勋 也在利用她 没关系 最起码 她还有利用的价值 汪平字是闻香阁背后的主人 在刘燕燕杀人那日 处理着楼里的细作 光达不到的地方 总要用些见不得光的手段 她从不是刘燕燕眼眼里至唇至善的人 她动用权势 一把火烧了王霄的尸体 又散出话去 说王霄是意外身亡 她从春娘那得知了刘燕燕的所有事 她的冤 她的怨 她的痛 她那宝贵的红绒花 是她王夫的遗物 她的姑娘 是天底最善良的好姑娘 至于下地狱 那也该是她替她下 她要何奈崔勋私奔 她眼里的恨要意出来了 她成全了她 她走后 她躺在榻上 躺了一夜的泪 手里 攥着一朵没送出去的绒花 刘燕燕怎么这么狠心 不就是杀个崔勋吗 她帮她遮掩 为何一走了之 不回来看看她 不回来看看老太爷 老太爷天天念着她 无人处 汪萍自朝鹦鹉泥南道 我想燕燕了 燕燕 你怎么还不回来 留燕燕番外 我头戴红绒花 照常开了铺子营业 正月里头 家家走街串友 街上人迹罕见 十里清风 是个晴天 我却似唤耳斑 听到了老太爷的声音 崔勋死后 我回了黑水潭 一切开始的地方 又开启了猪肉铺 那日我早就断定崔勋会来 他贪图刺激玩乐 这件事对他百利无一害 大不了玩够回京城 就说出去游历了呗 照样能娶公主 照样能游戏人生 世道对男子向来宽容 何况他是贵人 是世子 我把崔勋扑倒在麦田里 刀尖距他的心脏 只有一毫的距离时 他终于意识到 我不是在和他调情 我细细欣赏着他眼里露出的对死亡的恐惧 却没杀他 只是毁了他的脸 拔了他的舌头 把他卖到了压管 让他尝尝身处地狱的滋味 无尽的黑暗 彼死更让人恐惧 他真不忠用 在那群断绣手里 没活过半月 车轮声咕噜噜噜传到我脑海 燕燕 燕燕 我好想你 直到那老儿撞进我怀里 我才意识到老太爷真的来了 老太爷身子硬朗 如今走路都不需要拐杖了 那人也来了 我向后看去 那帮瓶子弯着腰 从马车里下来 与我对上 他轻点头示意 那张脸愈发凌冽 宽肩长腿 金贵雅致 多了些成熟魅力 老太爷拉着我说 平哥儿被派任到泉州当官了 以后我们又能在一起了 你不是一路上催着快点吗 现在见到燕燕哑巴了 他不满地瞪了眼汪瓶子 汪瓶子被当众戳破心思 薄白的耳尖偷偷红了 我笑出声 笑声随着北非的燕 一路向春 万物消融 我们都终将迎来自己的春